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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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勵 太陽 監督大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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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票行 就有这么多人逃亡断胜 但银子肯定不方便 于是他们就找我们换成银票 再过一段时间 时局会更紧张 就会有更多的人找我们换银票 汇银子 那个时候 我们能存进多少银子 我们用这笔银子 低价马进丝 然后想办法走水路 就运府到开封 沐皇河西上 在丰云路上 然后运某路州 让路州的知户们 织成绸缎 我们再运到口外 和荆基 这样一来 第一 可以让路州的知户们 重敲进链 第二 我们两头都有好处 可以大赚一笔银子 可以呀 这个小脑的瓜子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不想办法 咱们现在是又收银子 又收丝绸 等咱们全都收到手了 这时候太平军 把苏汉二州打下来了 到时候咱们都运不出去 怎么办 这个 那就要看天意了 运气好的话 我们就大赚一下 运气不好 反正 就是东京你赔呗 哎呀 说得也是 反正现在是 战乱 搞不成也不丢人 我要把这事给你干 你敢干吗 敢啊 只要东京信任我 我就敢干 大不了就 赔个一塌糊涂 然后银子和货都被劫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回野店呗 传家传家 给他给他扣啊 你现在就去 十万伙计的 给我办这事 再见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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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再见 东京 驾 驾 大爷 看见孙先生了吗 孙先生一大早就下山去了 他把山上的茶全带去了 他说今年也没有什么事了 天天在山下一春院去逛窑子去了 对啊 逛窑子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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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可真是个手信仪的人哪 这些天 我可是望眼欲穿的等着你呀 你如果来不了 那我可真没法向重茶能交代了 那怎么可能呢 郑老东家 您不知道我们二爷这次是怎么来的 我们去年走的是西路 差一点让人砍了脑子 闭嘴 耿大哥 来之前我听说 达盛昌也派人来武衣山反茶 你见到他们了吗 哦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他们就来了几个人 没买回去多少 为什么呢 还不是害怕呀 原家的葛大掌柜就没敢过长江 从山西走到襄阳府就停下了 派来几个伙子去 也没法运回去啊 哎 达盛昌的邱家 压根就没来 水家的王掌柜 也就买回去十几船 剩下的 这不都在这儿给你装船的吗 耿大哥 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 你说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稳妥的人 让他顺走东路 顺日云河北上 把我的茶货 一直给我送到北京城外的通州码头 我会加倍地给他赢了 怎么 这个时候来还有别的生意要做呀 对 除了饭茶 我还要去广州做一笔票号生意 哎呀 这一时找一个既可靠又敢闯的人 还真不容易 我卖完茶叶回去也是闲着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的事就是大哥我的事 我亲自压着船队 把这些茶叶 跟你运回京城去 感激不尽 这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会写一封信 你把它带到杭州给高锐 让他帮你找个人带路 你们到了长江口 要是扬州的水路畅冲 你们就顺运河北上 这条路虽然曲折 但是能让你一直把船 开到北京城外的通州码头 这样你就放心吧 能跟你一起干大事情 我心里高兴 什么险我都感冒 只是你这次去广州 可真不容易 你打算怎么走 我觉得这世上的路啊 一条都连着另外一条 就这条不通呢 还有另外一条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能到广州 好 大哥我听你的 那咱们就说定了 来 来 下次再来啊 不是奶爷慢走啊 都给你 好慢走慢走 再来啊再来啊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不看看 冬家现场说什么内容 一定是冬家要去广州 见梁广总部哈分哈代 在岳桂相干四省省会开办票号 以官府向朝廷会议响您 冬家一定是从西边去广州 操长卫生两天待着 新顾的伙计和咱们会合一块走 冬家这件大事要是做成了 乔家可是有大银的赚 你赶快去租条船打点一下 不得比冬家先到广州 那我去不去 你不用去 留下来照料茶山的事吧 嗯 知道了 你去吧 我还有点事没办完 你这个 Range Rover 呀 Imagine 真的 那个 我 有没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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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热的事 什么 不是 你们一到广州懂得简简了啊 弄这么一小马车 要热死谁啊 快说说长山的事 冬天啊 我还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的性情变得沉稳些 没想到还和期限一样啊 有些东西啊 永远都变不下 冬天啊 我原先估计 这个五年左右 这临江县的茶山一年才能产出五十万斤的上门好茶 现在看来呢三年足以后 不对了 那五万斤茶叶我给卖了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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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是觉得这运输不方便 正好赶上有几个茶商来买 我就全给卖了 东西不是也说不好 咱们种茶是为了造福于茶迷 我也没加价 就按照当时你定的那个茶的价格 我就给卖了 好 卖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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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ца月 谢谢 请 董事 density 我寂想 你也要人家 冬事 莫霖喬 东边日出 西边雨啊 谢谢啊 客气 这咱以前都没见识过 茂才兄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在大漠里还说呢 说这个 故人说这个 呼天八月急飞雪 说是假的 其实人家说的是真的 咱不知道而已 什么呀这是 二爷 我先出去了 嗯 去吧 我和曹大掌柜到了广州以后 看了一处负面房 嗯 交了定金 正好你来了 看了之后定下来 挂牌就能开张了 你们俩定下来就行了 还等我干什么呢 那不不 有些事情我和曹大掌柜商量了 就能定下来 有些事情我和曹大掌柜 尤其是我 必须合作 我和曹大掌柜商量 别吓唬我 没出什么事吧 眼下还没出 那什么时候出啊 曹大掌柜 明天你真要去 梁光总督衙门 去见哈芬哈大人 让咱们去押韵享宴 那当然了 咱们这回南下 到这个南方四省 月干相贵 省会去社庄 不就是为了做成这笔生意吗 你想啊 第一 这个南方四省 因为朝廷跟太平军打仗 隔断长江多少年了 这个响赢都无法北运 这朝廷也无计可施 咱们如果能把这事办成了 就等于说给朝廷帮了个大忙 这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第二 如果 咱们能把这件事办成了 咱们大德行查票庄 那就威震大清国了 到那时候你想 月干相贵四个省的都府衙门 都能给咱们往北京运送响赢了 那其他省自然也就能这么做了 要是咱大清国的一十三省的都府衙门 都让咱们帮着 给他们往北京运送这个响赢 那该是一番什么景象 不但能赚到大笔的银子 而且 到时候咱们就在各省 开遍了咱们的票号 咱们的梦想 会通天下 用不了三十年 没准三年五载 就实现了 我替冬家担心的就是这个 担心什么呢 冬家票号既然已经都开了 我再劝阻也没什么意思 我还是想说说 冬家 不许你 都是你 要不许你 为你 要不许你 帮你 你永远 要不许你 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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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呢 还是那句老话 东家 天下神器 不可为之 不可执之 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失之 东家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理解这天下神器的 天下神器 那就是掌握全天下的权柄 也就是我大秦皇上的无上威权 如果各省的官员 都是通过你的票号 向朝廷会运 那天下的神器 国之命脉 岂不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吗 东家 你仔细想想 如果你是官府 你是朝廷 或者你就是皇上 你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 于 只有藏在水中 才会更安全 天下之戾器 只有深藏不漏 才不会招致灾祸 东家 我不担心 您能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我担心的是 您做成了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而您会招致 无形的灾祸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要做成 汇通天下这件事 朝廷反而会杀我的头是吗 你就能担心 等一会儿 你去吧 慢点慢点 你也说说 怎么想的 说 冬家 我觉得孙先生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是商人 做好商人的事情就行了 我这个人读书不多 可以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 俗话说 木修于林 风必催之 堆出于暗 流必湍之 可是我们如果中心疏通了南北的银路 能让朝廷拿出更多的银子 去 平定内乱 让万民各安齐爷那朝廷为什么要砍我的头 他就是把我的头砍了 我也认了 如果我们明知道自己干的这件事情 关系到天下的兴王 能够造福后人 但是我们老想着自个儿的那点得失 患得患失 瞻前顾后 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做也罢 孙先生 孙先生 那冬家已经都决定了 咱还说什么 我刚才就说多了 我真不该说 孙先生 你千万别着急 明天的事怎么做 冬家还等您拿主意呢 曹大掌柜 冬家现在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出什么谋 画什么策了 冬家 明天我陪你去哈芬哈大人处 把张之栋大人的信交上去不就完了 多谢 导致 词 词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我在山西当总督的时候 咱们在太原府的贡院门口 有归一面之缘 大人 当时智庸是年少无知 冒犯了大人 还望大人害寒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说 你这查票桩 真像张大人信里边所说的 能带本都把梁广的 应上宋的银子上宋朝廷吗 是啊 在下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这行生意吗 朝廷跟太平军打仗 把南方的银路断了以后 每年遇到这种事 南方各省都是头疼得很的 张大人虽然在信里边 举荷了你 可是毕竟是口说无凭啊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是 真的能够替代各省 把银子借送到北京去呢 看来大人还对票号 真是不太了解 那这些银子 入到你们的票号之后 你们怎么办 这么跟您说吧 就比方说 有人想从北京往广州汇兑银子 他只要把银子汇到 我在北京的分号里 北京分号给他开张汇票 他拿着这张汇票到广州 我的分号里再把银子取出来 就行了 这回您明白了吧 这个主意挺妙的 来 二位 这是你们送来的武夷山的云雾厂 来来来 尝尝我泡的 不错 两地 北京 广州 来 坐坐坐坐 干你们这行生意是不是很赚银子 这是谁的主意 这个 来 坐坐坐坐 这个票号业呢 是我山西商人在近十年里开办的 目前还不成气候 但是我相信 只要能得到大人您的支持 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成为我大清商业的支柱 至于利润嘛 大人 我们是要收取一些会数 就是费用 大人放心 这点开销远不及 您派人护送银车 上北京的开销档 对啊 别人 上北京的装银子 他就不拒绑 他就好 他就好 你 他就好 要好 我要好 我 他就好 我 他就好 他就好 这不仅仅是双倍的银两 还有你的脑袋 那大人这就算是答应我了 走走走 志勇啊 走 志勇啊 你啊 先拿你自个儿的银子帮我试一回怎么样 从广州往北京送银子 银子在太平年间也得三个月 现在这兵荒马乱 朝廷呢急等着银子用 你要是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把三十万两银子拿到北京交到户部 我就信得过你 我除了还给你店上的三十万两银子 我还把四省历年来积攒下来的银响交给你去 怎么样 大人 就这么定了 冬家 大冬家 从明天开始 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保证把您的三十万两银子 交到户部的银库 哈 哈哈哈 啊 啊 沈欣石这回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呢 现在有个拆车到北京去 一个月打个来回要用它 沈先生让他照管着茶山呢 茶都卖光了还留在茶山干什么呢 赶快小心让他回来 那那回来也不敢烫了 您不是说就一个月的期限吗 对啊 哎呀 这事问题是除了他别人都干不了啊 畅爷 我在这呢 我知道 这事还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事 沈先生 沈先生 把伞给你 沈先生 这唐双啊 说他能到北京 帮着把东家的信送到 再从户部拿回收记 你说他行吗 他 我看不行 你 孙老仙 从认识那天起 你就跟我过不去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不行了 二爷做的可是掉脑袋的大事 二爷脑袋掉了 这回东天下的事还怎么说呢 你说什么呢你 东家 我看 长川没准能行 他对您一向忠心耿耿 再说 咱们现在也没有人呢 他这个人哪 就是有点马马虎虎的 二爷 不行 我跟你说 你要是信得过我 我就去北京给你送信 信不着我 我也没办法 从现在开始 我也没办法 再跟着你了 我死了算了 长川 长川 你干什么也罢了 你别骂我 二爷送的不就是一封信吗 你是 东家 你要是心里还想着 会同天下的事呢 你就别让长三去 他要是把事办砸了 你可别说孙茂才没提醒过你 二爷 二爷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你给句话吧 你行吗 二爷我行 孙茜先生刚才说的话虽然不中听 但道理是对的 这封信事关咱们大德行插标庄 在江南各省社庄的成败 也关系到会同天下的成败 你明白没 我知道 我就相信你一回 一个月 从北京赶回广州来 二爷 你放心 我就是爬 我要从北京爬回来我 你不能爬 你不能爬 你得快马加鞭知道吗 谨慎又谨慎 小心又小心 给我重复一遍 我谨慎又谨慎 小心又小心 把心里送到 然后把收条拿回来 别让我失望 二爷我走了 去吧 东家 给您把伞 你这鸡匠法还挺管用吧 是啊 你跟你说冒财有的时候 还是管了用 来 吃 长春走了几天了 也不知道 京城 李大掌柜 能不能尽快凑足这笔银子 东家 万一李大掌柜凑不齐这笔银子呢 东家没事我出去溜溜 孙先生 您想上哪儿去溜溜啊 广州城这么大 溜的地方多了 掌掌柜陪我出去溜溜 算了算了 我在家陪东家 走了走了 外面见见世面去 东家 我看您和孙先生 不能总这么别别扭扭的 咱们出门做大事 出谋划策的事 还真得靠他呀 你没觉得他变了吗 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骑着毛铃 自个儿到咱们家的孙茂财了 态宇媛 孙先生 您请 孙先生 请 自称三晋明氏的孙茂财 正是 坐 孝敬您的 想起来了 那次总督大人接见你们东家乔智庸 你也来了 对对对 李大总管记性真好 咱们试剑吧 孙大人大驾光临 您必有见教啊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惠过李某人呢 是有一件大好事 不知李大总管愿意不愿意与在下合作 正所谓天下兮兮 结为历来啊 我万里迢迢来到这南蛮之地 我不为发财 我为什么呀 来这边坐吧 孙先生 有什么好事你就说吧 好歹 好歹我也是一客人哪 我这是带着一桩大买卖来找李大总管哪 您连口茶都不给喝 您忙着 慢慢慢慢慢 您留步 孙大人 您留步 来来来来 我这儿的确有点公务 待会儿总督大人来了我还得上交呢 来人哪 上茶 来来来 孙大人 孙先生 来来来 这边请 来来来 小春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李大掌柜 你看 小春 你怎么了 你不是在岛中吗 行 来 我进去 慢点 走 走 走 大掌柜 长双怎么样了 长双已经醒过来了 哎呀 先过来就好啊 这是东家的来信 别帮我看 好 东家叫我们接信以后 准备三十万两银子 嗯 带梁广祖都上去互补银库 咱们的开号银子 让东家带到南方去了 你说 这笔银子 咱们到哪儿筹去 这么大的事儿 只有去广盛园借贷了 程大掌柜上次说 和我们已经成相语了 这次这么大的事儿 他总会给点面子吧 好 只能这么办 我这就去广盛园见程大掌柜 这就走啊 给大掌柜背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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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去见程大掌柜 没想到在这儿见过 他这么有车呀 有银子吗 李大掌柜 车不爽 全是仇布 一点银子都没有 银子 上火了 好 看那人是谁 正说着呢 马大掌柜 马大掌柜 快 马大掌柜 辛苦啊 马大掌柜 李大掌柜 辛苦 马大掌柜 李大掌柜 你光知道高瑞红人 没想到 我也赶着这些驼队回来了吧 是啊 你不是到掐柜族送查货吗 怎么跑到北京来了 先看看这个 什么东西 东家的信 东家在去广州之前啊 在杭州给我写了封信 让信局的人啊 就送到包头了 结果我不在 就一直往北追着 我接的这个信啊 就把生意交给了二掌柜 马上就来北京了 不用问 我就知道这信里写的什么东西 你信吗 东家知道我要来这边了 特意派他马大掌柜 来接驾 你这臭小的 没对你 对不对 我估了这么多骆驼来 就是为了给你卸货的呀 东家让我赶紧赶到北京 正是怕李大掌柜缺银子用 东家真是神机妙算 你卸银子 你说你带了多少 你先别问我带了多少 你要用多少银子呢 多少 最少得三十万两 我才能 不 东家才能过了这一关 三十万两 我就给你三十万两 得得得 东家不止让你带了这么多 老实说带了多少 说实话 这件事 你们俩知道就行了 啊 东家在信上说 我在包中用了多少银子 就再多给银子回不了 你们知道 每匹落都非常调料包里 都是银子 这下可好了 行啊你 那我这些麻包里面 就都是愁货吗 你还好呢 你 你 становится 对 怎么了 我叫员子走 等会儿等会儿好过 我饿了 先吃饭吧 对对对 吃烧鸡啊 天干物高 小心火烛 天干物高 小心火烛 这位爷 师父不走了 您回房歇着吧 我们也来关门了 哎呀 长山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再有一天一个月的期限可就到了 帽财兄睡了 哦 睡了 那我去叫他 不用不用不用 你来吧 就咱俩来一盘吧 好 二爷 我回来了 二爷 我回来了 二爷 我回来了 这不是长山吗 是啊 怎么了 长山 瞧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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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儿 你把杀人帮来 这把杀人帮来 你把杀人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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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把事情给办成了 那本官也不能失信 你这么着 你先把票号给立起来 我把三年的金像 一年一年地交给你 回到京城去兑现 具体怎么办 你跟我手下的人 再仔细地伤感 谢大人 不过大人 我不光是想在广州设立分号 我还想在江西 广西和湖南也设立分号 我知道这三个省也归您管 我希望您能在这三省的巡抚面前 替我美言几句 让我能在干贵湘三省 也能替朝廷和大人效力 乔治庸啊 你的胃口可是不小啊 既然是这样 你更得跟我的手下好好商量了 李总管 老爷 好好地跟他们商量商量 喳 三位 请吧 请 大人 那志庸就告退了 去吧去吧 你现在就是看着孙茂台不顺眼吗 入了营谱了 哈芬哈大人很欣赏你 想请你做他的幕僚 就为了那么几间父子 他连命都不要了 乔家大得心不走 我们也不走 那个事打听怎么样 东家这么吩咐 有他一定的道理 你照听就是了 他不撤 既然他不撤 咱们能不能先寄放在他的票中 哎呀 可是东家万一他要打 没有万一 我说没有万一就没有万一 你们都走了 咱们也再来 快 要不然来不齐了 你们就有没有想过 他有没有被人给杀了 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